三年前屏東排完族猎人蔡忠臣 因为持有自治土造猎枪遭到判决 经最高法院召开言辞辩论庭 针对族人持有自治猎枪是否合法 来厘清法律争议 最后蔡忠臣获派无罪 三年后布农族人王光璐 同样因为非盈利自用需求上山狩猎 被台东地检署起诉 法院最后仍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判刑确定 虽然检察总长请求最高法院依职权调查 王光璐非常上述案的法律争议 最高法院也将在29号开庭 但学者担忧 以动物保护为最高原则的社会主流氛围 仍会影响最高法院最后判决 这一两年来 这个动保团体跟这个野保团体 其实也持续的 不管是透过民间或者是立法部门 然后去反映出 希望能够从动物保护的角度 能够去找到一个 跟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寻求平衡的一个点 那换言之 其实我觉得在这次的言之辩论里面 也许必须要特别去留意到的 就是说这个公诉检察官的部分 是否会去带入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氛围进来 最高法院首次针对原住民族狩猎非常上诉案 召开准备庭和调查庭 依职权进行调查 理清原住民狩猎文化和保育野生动物 管制枪械的公共利益价值 寻求统一法律见解的可能 但学者和律师也共同呼吁 立法部门修正相关法律的脚步要再加快 能够去从文化权的角度 提供原住民族狩猎的行为 给他一个法律上面的承认 那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说 立法部门应该加紧脚步 让法院的见解 特别是在肯认跟承认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作为一个宪法所保障的价值的这件事情上面 要能够透过立法的这样一个程序 给他一个最明确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保障 学者和律师提出 修法是最根本解决之道 困难的是要透过个案 一次又一次的和社会沟通 寻求共识 这次最高法院希望透过开庭 统一法律见解 作为下级法院法官统一参考 记者邀望 我去加入台北市采访报道